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那今天呢也是2016年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我们在这里呢首先提前祝愿各位听众朋友 各位观众朋友们呢 大家2017年元旦快乐 首先我们还是这里来看一下昨天的金融市场表现 那么澳洲呢在昨天是再一次创出了过去15个月以来的新高 在铁矿石反弹的背景之下呢 整体大盘走势呢相对来说 各个板块都有不同程度的上涨 尤其是金矿股 那由于金价呢从1130左右呢 在两天之内冲上了1160 使得呢澳洲的金矿股昨天均上涨超过了3% 而中国的A股呢则表现并不尽人意 昨天呢甚至于是跌破了大约是3100点的关键价格 昨天是虽然下跌幅度仅仅只有了0.2% 但是呢由于跌破了3100点心理关口 使得呢现在投资者呢心里有一些恐慌 但是呢我的观点还是非常坚定 我觉得在目前国家资金不断投入 人民币不断增发的基础之上 A股呢是目前唯一还没有被严重炒作过的产品 因此呢A股在未来的这个潜能 依然是非常巨大 那么在欧洲方面呢由于现在依然是在圣诞节期间 虽然股票是开盘的但是成交量非常之小 昨天呢英国法国德国轻微下跌大约是0.2%至0.3%左右 美国方面呢美国的华尔街指数是 昨天也是出现了轻微的二连跌 虽然幅度不大但是到目前为止呢也依然是没有冲上2万点大关 那么刚才提到的也是黄金价格在过去两天连续出现上涨 那么黄金价格呢目前也是自20这个美国大选以来 金价第一次出现一小时级别以上的一个上涨信号 也就是说在过去的一个半月时间里面黄金一直是处于下跌 那么现在呢是连续两天出现一个反弹 那么在今天呢由于是最后一个交易日 所以今天晚上并没有一些值得关注的事件 所以我们今天直接跳过跟大家来说一下呢 今天的热门话题 那由于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辞旧迎新 我们简单先来回顾一下2016年发生的事情 那我们都知道呢这个时间呢过得很快 现在已经是2016年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了 眨眼之间这2016年16年呢就已经就要过去了 那么在过去的364天里面呢 如果我们还有记忆的话 其实2016年这个火爆程度金融市场的这个波动程度 丝毫是不亚于2015年 我们知道2015年呢是市场是打了四个月的鸡血 中国包括了欧洲和美国股市连涨四个月 但是从5月份开始呢却出现了暴跌 尤其是以中国为首的A股呢是出现了崩盘 导致了这个国际市场呢在2015年的这个6月以后 到12月期间一直是处于一个弱势 这样的趋势其实一直延续到了2016年的第一个月份 在2016年第一周里面呢 中国股市就发生了两次熔断 这个熔断机制推出仅仅不到一周就被作废 随后呢 证监会主席也因此而辞职 所以说2016年的第一个月应该说是非常的暗淡 当时我们如果还有印象的呢 是当时的这个中国股市连续暴跌 欧美股市再一次受到波动 也被牵连下跌 同时那个时候的黄金价格呢 是跌破了成本价往1000块钱的地方走 当时的油价也是处在4年的新低2627块钱 当时整个世界讨论的呢 就基本上就是是不是金融危机又要来了 我们该如何来预防以这样的话题为主 那幸运的是呢 在2月份开始之后 在中国大力开始这个刺激政策 换句话说就是新增人民币贷款 同时美国那边呢 也开始暂缓这个加息预期 在两大因素的利好推动之下呢 这个油价和能源价格开始了 比较大的反转 这个油价从27块钱开始正式触底反弹 同时黄金价格也开始上涨 另外呢 在铁矿石价格的推动之下 全世界的这个主要的资源和矿产价格 开始了复苏 所以说2016年可以说呢 是全球的金融市场在过去几年里面 达到了一个谷底 在从谷底呢走出来的一年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 我们投资者呢 应该说在2016年后半段的时候呢 应该还是享受了不少福利的 特别是如果你投资的是欧美国家的股市 或者是无论是你是石油也好 铁矿石也好 或者是大宗商品 包括农产品也好 在过去的六七个月里面呢 主要这些产品都处于一个上涨趋势 那么唯一要说到一点呢 就是黄金产品呢 黄金从年初的1030左右呢 一度上涨到1370 涨幅超过30% 但是在美国大选之后 从1370的高度呢 又跌回到了1100左右 所以黄金价格呢 在2017年呢 我们预计呢 伴随着美国总统的宣誓就职 以及呢 后期一系列 这个欧洲的这个三个动荡 预计黄金价格在2017年 依然将会有所反弹 那么刚才说的是2016年 我们再说说2017 我们知道呢 这个2017年啊 这个全世界的金融市场 应该准确的来说 它有一个惯性啊 它不可能像中国的A股一样 昨天跌停啊 今天立刻就涨停啊 全世界的金融市场呢 总体来说 它的惯性趋势啊 它由于它数量和级别极其庞大 它不可能在短时间之内 立刻发生巨大的变化 因此2016年的下半年 已经奠定了这样一个基调 那么绝大部分情况之下 如果呢 没有出现一些特别大的意外 2017年的上半年 至少将会保持 目前2016年年底的 这么一个走势 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呢 2017年呢 虽然说对于能源和矿产来说 很有可能在上半年继续 会延续目前的强势 但是对于欧元和欧洲的 这个经济来说 2017年将会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年 因为我们知道呢 2017年呢 是德国 法国和意大利 三个主要欧元区国家 均出现总统大选 这三个国家里面 只要有一个国家 这选上去的人是反对欧元的 那么这个国家将很有可能 在未来学习英国一样 举行全民公投 是否呢 要退出欧元区 那么这么一来的话呢 这个欧元的对于美元的汇率 将很有可能因为大选 而出现进一步的下跌 所以说欧元在2017年将会是 等同于英镑在2016年一样的 被市场所重点关注的一个产品 那么其实呢 我们话说回来呢 下一周就是2017年了 这2017年的第一周呢 我们应该说还是 另一句话就是 山还是那个山 水还是那个水 世界上主要国家的经济政策 到目前为止呢 依然没有太大的改变 中国还在刺激 美国还在加息恢复正常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只要主流的经济政策 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 那么市场的整体走势 在未来的三四个月之内呢 也不会出现太大的意外 所以说让我们来共同期待 2017年希望呢 给大家能够带来更好的收益回报 那最后一部分呢 是说一下简单说一下 这个技术分析 虽然今天是最后一个交易日 但是呢也有可能有的听众朋友 或者观众朋友们 是依然是喜欢做交易 那么我们就长话短说 重点来说一下两个产品 首先刚才说到的是黄金 我们知道黄金呢 是涨了整整四五个月 但是呢是自从这个特朗普上台以后 黄金价格呢就是一路下跌 从1370跌到最低 曾经又接近了1100左右 但是呢在连续下跌 接近40多天之后 黄金价格从本周二开始呢 正式出现了一个 小小的小时级别上涨信号 它从1200 1145呢 是一路开始反弹 反弹到现在呢 昨天晚上最高达到了1160 对比三天是上涨了 超过30美元 所以说黄金价格目前来说 一小时已经远远之上 如果它能够冲上四小时级别 大约是在1174小时级别的上涨信号 如果出现之后 那么黄金的涨势将很有可能会延续更长一段时间 这个呢就是我们对黄金的一个短期到中期的分析 再来看一下澳元 澳元也是一样从12月14号以来 这个由于铁矿是连续三周的下跌 把澳元呢从0.75拖制到了0.7140附近 那么现在澳元在0.7140住了两个底 所以7140不跌破 澳元整体来说 大的跌 继续的升跌还不会有 那么至于它要往上 那么这个W型的上方 就是在0.725左右 因此我们投资者呢可以重点关注 如果7140跌破 澳元还会跌 如果能够继续反弹 上了7250 我们不妨可以考虑追加跟进 最后再来说一下澳元 那么今天早上呢 在最后一个交易日里面呢 这个美元指数在早上出乎意料的 短时间之内出现大幅下跌 澳元呢 短时间出现了超过1.6%的上涨 但是呢 这个上涨呢 到目前来看已经回吐 大约是40% 从现在来看 澳元虽然是在一小时之上 但是呢 已经从四小时的上涨信号退缩下来 所以说 只有他再一次爬上四小时通道线 大约是在1.0570之后 我们中期才会考虑继续看涨欧元 要不然的话 四小时图上不了 欧元目前的弱势 依然没有发生本质的改变 那感谢您在过去年 一直支持我们的节目 我们明年也就是下周三 下周二再见